參加今天的記者會 今天的題目是 浪費司法資源法院打領中選會 公投沙爪還願拗 昨天高等行政法院 中選會裁定 中選會應該授取 以核兩例的公投案的補件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他的意見書是這樣寫的 認為公投是一項嚴肅的社會活動 規範期待的是 以通過為原則 不通過為例外 無需引發不必要的徵送 現行隱身的爭議 發揮的社會成本 不是金錢就可以回復 因而裁定 必須存以補見 我要在這裡問 中選會您聽到了嗎 您看到了這樣的聲音 可以意見嗎 中選會是獨立機關 必須依法行政 在此呼籲中選會 必須依照公投法的立法意直 依據憲法主權佔領的原則 確保國民職權民權的行使 獨立行使職權 不要再淪為民進黨的助選會 不要再淪為民進黨的助選會 另外我們回顧 以核養綠的簽署過程當中 以核養綠的公投的明顯人 黃世修先生在中選會前 決時抗議超過140個小時 決時期間 身為政府機關的中選會高層 包括主委跟副主委 我也曾經進入協調 希望主委或者副主委 在黃世修先生決時期間 能夠親自探視他們 也可以了解他們的想法 之後提出解決方案 但是不管是主委也好 或者副主委也好 都沒有前往關心探視 基本上中選會非常能選 已經違反了人道的基本原則 更是完全漠視民眾的訴求 民黨團要被以差章的作為 也以最嚴厲的譴責 我在此進步呼籲中選會 必須依照行政法院議員的裁定 讓以核養綠的公投案依法統見 不要再進行相關的抗告 不要再硬撓 不要再浪費司法資源 中選會不要再成為公投的殺手 謝謝 先生請再次發位 謝謝啊 我記得陳明潔主委 來立法院備詢的時候 我跟他有直接的對話 因為那時候就感覺到 他對於國民黨的公投提案 極盡刁難之所忍 吹毛求疵 雞蛋裡挑骨頭 我就問他 你的態度是什麼 是育成還是總黨 他很明顯地告訴我 他的基本態度是育成 各位 昨天的高院的判決書 就寫這麼清楚 主管那位 對於公投案要育成 原則上就是要通過 別忘了現在沒有審議委員會 結果 我們的中選會 特別是陳明潔代理之下 他把中選會做賤了 做黑了 做小了 他是個獨立機關 完全不獨立 他變成民進黨選舉的側翼 民進黨側翼的一個殺手 對於只要民進黨 執政黨天號的公投案 很輕鬆地通過 比如說東奧公投 正民共投 就是 只要他感覺不是執政黨要的 挑三主事 各位 黃世修 明明就說 你根據哪一個法律 說我不可以補建 我們的陳明潔主委 引進據點 說不可以 結果這個巴掌被司法院打了 最小的就是這個 他上面就寫了清清楚楚 公投法並沒有規定 你有這個權力可以阻止他的獨立 這一次的高院的判決是大快人心 我們這裡的公開訴求是 陳明潔 你應該公開向黃世修 以及公開向全國人民道歉 最好能夠下台 因為你的思路不存證 你的思想不存證 你完全就是把自己定位 變成是執政黨的一個側依單位 把自己變成西場 那麼各位 第三個我要強調的是 中華民國現在行政院底下的 行這個所謂的獨立機關 好多不獨立 我們看到這個黨產會 道地的動爭單位 中選會自己說是動場 現在中選會被這個高院的判決書 橫橫的打了一個巴掌 證實它真的就是西場 ACC還要介入這個 它裡面你可以看到ACC居然要處罰 所謂的假新聞200萬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選舉到了 民進黨現在面臨到空前的壓力 以及選情的低迷 無所不用其其 我們在此呼籲 特別是中選會 不要再抗告 趕快就給王師兄去補劍 這只是一個讓他成案可以投票 投票結果還不知道顧不顧 你就在這裡刁難 真的是做劍中選會 做黑中選會 做小中選會 趕快回頭施案 向王師兄 向全國人民道歉 好謝謝 請問各位記者的朋友沒有問題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